西行记中唐三藏是大法师,但是他的心魔却非常严重,在流沙河的时候,唐三藏的心魔就发作了一次。 在流沙河的时候,沙悟竟对唐三藏一群人施展了幻术,这导致唐三藏的心魔也不现出来。 唐三藏心魔爆发的那一刻,他对骑金突然充满了战友欲,他认为白狼无法保护好骑金,所以他决定抢走白狼的骑金并自己保管。 面对唐三藏的突然发疯,白狼也显得不知所措。 单纯的白狼也不清楚,自己的师父为何会变成如此模样,不过好在唐三藏的自我控制能力不错。 唐三藏很快意识到,自己被心魔缠身,所以他赶紧驱逐了心魔并恢复的瓶颈。 如果唐三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魔,那么白狼和骑金都会变得很危险。 在沙悟竟设下的离阵中,唐三藏只有白狼没有被心魔控制,因为白狼的内心如同一张白纸那么纯净,而唐三藏终究也是人类,他也存在七情六余,所以被心魔缠身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好在唐三藏知道如何驱逐心魔,他利用打击念经的形式成功驱逐了心魔并帮助熬血。 猪八戒恢复了瓶颈,那么对于唐三藏的心魔大家怎么看呢?